会议室里气氛凝重 唐总署长翻着档案 脸色越发难看 王国党 究竟是共党 还是通共 局长说 只是通共 他借警局职务之便 做情报交易 共党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的钱 应该是 唐总署长合上档案 沉着脸说道 内部有人通共的问题 暂且一放 我通说 上荣生绑架案 牵涉了上海的经济问题 某些政府要员 甚至宋户警备司令部 都被牵扯其中 江洞导演对这件事 也有点 他近几日就要从南京过来了 依然会彻查此事 我们警局 和这件事没有什么瓜葛吧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王科达私下受贿 用五名普通囚犯 顶替了集查处的五名绑匪 还拉到郊外去偷偷强毙了 他瞒了所有人 现在搞得我们也很被动啊 段局长说得很无奈 甚至还带着一丝愤慨 好似的从来不知情 唐总署长长长叹了一口气 上海的警察总局 重中执重的地方 警察混进了这种败类 会议室里陷入了沉默 田副首长瞅准时机说道 虽应该好好地肃清队伍了 不过警局里也不是没有认真做事的人 我看这份报告就做得很不错 段局长一听立刻会议 这是刑二处中处长做的 他上任时间不长 但是一来就负责了绑架案和王科达案 两起答案 嗯 那倒是一个有能力做事的人 唐总署长很是赞许 他看了一眼手表说 后面见谁 应该是三位副局长 不过估计也都是关钱 唐总署长想了想 又拿起档案翻看了几页 这样吧 让中处长来一趟 百时事的人应该鼓励 方秘书站在办公室门口 看见局长秘书一路小跑过来 他赶紧攻进了营街 没想到 局长秘书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 直接从他面前跑过去了 局长秘书一路小跑着 在行一处和行二处警员好奇的目光之中 一路跑进了中百明的办公室 不一会儿 中百明就穿着新皮鞋满面春风的跟着秘书出来了 警员们交头接耳 小喇叭小声说 看中处长表情 很可能有副局长 很可能有副局长隔着见他了 顾耀东听着若有所思 齐生平还在办公室里过错淡薄的翻书 方秘书游游郁的开门进来 副局长 啊 总署长这么快就和局长谈完了 谈完了 于是齐生平放下书 起身穿外套 走吧 局长让秘书来通知下一个过去 但通知的不是我们 他愣了愣 那就是要先见周副局长 不是 齐生平憋火的把警帽扔在桌上 真是风水轮流转的 三个副局长 什么时候轮到他一个主管勤武消防的孙副局长 派在前面了 也不是 不是副局长级别的 总署长点名 先见周处长 这下 齐生平是彻底愣住了 钟百名千功地站在会议室里 对于总署长的提问 他回答的条理清晰 不卑不亢 看得出来 唐总署长很欣赏 这份报告 已经把事件始末 讲得很清楚了 还有更多求逃证据吗 我们搜查了王克达的两个住处 以及汽车 也调查了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员 还查了他名下的房产 和银行存款 王克达很狡猾 什么证据都没有留下来 若有遗憾 不过我听说 你来警局时间不长 能做成这样 已属不易 辛苦了 征败您尽入的礼 备职 封锁当委 不敢拘光 更何况 以卑职在警局的资历 其实很难调查一个老资格的处长 能查识王克达通共 全靠段局长贴面无私 不仅唐总署长 段局长也很满意地微微点了点头 谈话结束之后 唐总署长对之后三位副局长的汇报 已经兴趣不大了 现在需要的是确凿证据 如果其他人没有关于王克达案的新证据提交 就不必安排见面了 我们一早 回南京 齐生平在办公室里焦躁地走来走去 方秘书一进来 他就赶紧问 怎么样 方秘书小心翼翼地说 后面的见面取消了 齐生平更是沮丧又窝火 也不是说完全不见了 总署长的原话是 除非有证据提交 否则谁也不见 他明天一早回南京 今晚还来得及见 拿什么去见呢 空着手 就拿我一张老脸去见吗 出去 方秘书赶紧退出去了 刚要关门 贵阳东来了 方秘书 我有事想见副局长 是急事吗 不急的话晚点来 是急事 现在恐怕不方便啊 再晚 我怕总署长就离开上海了 齐生平在里面听见 一个机灵 让他进来 顾耀东进了办公室 老老实实站着说道 副局长 关于王克达通共的案子 我想起来件事 觉得应该汇报 他约我见面那天 有人中途敲门 他们一直在门口说话 这可在录音带里 已经听过了 我听见王处长 在门口很小声地问了一句 怎么这个时候来 听口气不大高兴 审讯那天我太紧张 把这个细节忘了 录音带里 应该也没有记录下来 齐生平果然来了兴趣 然后呢 然后他就回来了 手里拿了一个棉皮纸袋 我看见他放进卧室里了 后来搜查的时候 没有人提到这个棉皮纸袋 估计是漏掉了 怎么这个时候送来呀 他不想让我看见 会不会是和共党有关 顾耀东一脸很难懂的样子 方秘书 从保警总队找几个我的人 马上搜查华森公寓 我就在公寓楼下等 找到东西马上交给我 齐生平私存片刻 又叮嘱道 消息务必保密 尤其是这两个刑警处 显然他指的是钟百名 方秘书离开后 顾耀东很识趣地说 副局长 那我又回去做事了 手上有着急的任务吗 我 你要 如果不着急回家 就给我一起去趟华森公寓吧 顾耀东暗暗开心 是 齐生平的车停在华森公寓外 保警总队正在楼上搜查 顾耀东和齐生平坐在车上等消息 两个人都坐在后排 顾耀东看起来很拘谨 特意坐得挨车门很近 以便和身边的副局长保持距离 他和钟百名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既不擅长在长官面前说漂亮话 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机会表现自己 难得和位高权重的副局长单独相处 他却只是像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一样 闷头坐着 不自信地低估着 钟处长当然搜了两遍都没有 会不会是我看错了 齐生平冷笑 是我们又早早想起这个地方啊 王柯达还在麦兰补房的时候 在这住了五年 房子里有的是机关 钟百名知道个屁 这时 方秘书从楼里出来了 顾耀东注意到 他手里拿了一件拧皮纸袋 一只手提箱 这才放下心来 纸袋里是五根金条 齐生平又打开箱子 里面是一些信件和情报 顾耀东坐在边上目不歇视 不用看他也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是 亲和按他的交代通知警卫放进华森公寓的 齐生平看了几份信件和情报 终于面露喜色 这才叫通共证据 通知保警总队的人可以撤了 我现在去见唐总书长 方秘书说 那段局长那边呢 我还用不用去汇报一声 齐生平想了想 看了一眼手表 再过一小时他差不多就该离开警局了 自己看好时间再去 方秘书明白 这意思就是等一个小时后警局没人再去 那既然没人 那也就没办法汇报了 副局长 那我又下车了 说着他就去开车门 不跟我一起去见唐总书长吗 我 这可是你的功劳啊 齐生平面带笑意 打亮着顾耀东的感应 我差点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您不追究就已经是很照顾我了 现总书长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 你自己想清楚了 副局长 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要想站在总书长面前 我资格还差得远呢 再说 我这个人实在不擅长这种事 你的这种场合 我能守我哪放都不知道 还是不去丢人了 顾耀东下车后 在车窗外拘了一躬 车窗摇了下来 齐生平意味深长的说 陆警官 我现在明白夏季城 为什么那么看中你了 其实你一点都不傻 在顾耀东茫然的目光中 车子渐渐远去了 这天晚上 金门饭店里几乎是同时进行了两场会面 一场是在金碧辉煌的餐厅里 钟摆明殷勤地为田副署长和段局长倒着酒 田副署长适时提起了曾设副署长的事 局长看了一眼钟摆明 立刻明白这话的意思 顺势说道 哎呀 其实这次查办王科达的案子 除了肃清了队伍 我还有另外一个收获 就是钟处长 局里正需要这样有能力的人 我已经拟好委任书了 体育中处长为第四位副局长 其副局长一直主管两个请警处 任务也比较繁重 以后就让他主管 行二处和保警总队 行一处分给钟处长主管 就在钟摆明终于往前进了一步的同时 另一场会面正在唐总首长的房间里低调地进行着 从华森公寓搜出来的金条和情报信件已经全部摆在了唐总首长的书桌上 秦生平一般正经地说道 我一直觉得王科达的案子找不到确凿证据是有问题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做事可以不留痕迹 所以我又带人去他最后住的地方仔细搜了 除了金条 还找到他和共党之间情报交易的信件往来 现在证据确凿 可以确定 他是通共无疑 唐总首长查看了几份信件 将信将疑 断局长说啊 王科达是一个很狡猾的人 还会留下这么多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其实王科达不仅是狡猾还很谨慎 我相信这些证据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 如果有一天东方事发 他要投奔共党活命 这些就是可以证明他替共党做过事的敲门砖 宗书长终于赞许地点了头 有理有据 很好 这件事是你的亲自办 是 虽然现在这样王科达通公案 也可以盖棺定论了 但找不到确凿证据 我始终心里不安呢 金副局长 我很欣赏你做事的态度 不管是副局长 还是底层警员 这才是一个警察 应该有的态度 谢谢总组长鼓励 只是属下现在有些忐忑 本来这件事 我应该先向段局长汇报 但是我从华森公寓赶回警局的时候 段局长已经离开了 秘书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找到人 我担心你明天一早回南京 这件事就耽搁了 所以只好月吉来向您汇报 这件事我会跟段局长解释 你不必有顾虑 因为王科达事件 也暴露出上海警局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段局长任期结束后 要调往浙江 这里需要一个尽职尽责人主持大局 这件事我必须有所考虑 齐生平一脸谦逊 但是他心里很明白 自己这个副局长的分量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第二天 段局长将一份你好的任命书交给秘书 让他马上送人事出 里面内容正式要提拔中摆名为警局第四位副局长 秘书刚要离开 电话响了 喂 段局长办公室 您稍等 他把电话交给局长 小声的说 是唐总书长 段局长赶紧接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讲了几句什么 他听到之后很是惊讶 赶紧守势事宜正要去人事处的秘书回来 又讲了几句 他放下了电话 看起来有些茫然 局长 怎么了 段局长半天回过神来 平时都不险山不漠水 吃走要掉走了 如今这局里是八千过海 各险山通啊 当天下午 段局长亲自主持了一场人事任命会 这是他调任浙江省政府之前的最后一次任命 但并不是一份 而是两份 钟百明如愿当上了第四名副局长 警官们纷纷祝贺的升职 钟百明一脸笑容的应付着 但是显然他心里并不是很痛快 呦 齐副局长 恭喜您了 他主动走到满面春风的齐生平面前 呃 以后应该称呼您 齐常务副局长了 哈哈 齐副局长假惺惺的笑着 哈哈哈哈 不用纠结于职闲 还是就齐副局长吧 以前副局长就都是副局长 段局长现在突然指定一个常务副局长 搞得大家之间好像还高低有别了 啊 哈哈哈哈 钟百明也假惺惺的笑着 哈哈哈哈 本来也是有别的 以后局长不在的时候 就是您来主持工作 您始终是我的上级啊 大家都是为警局做事 今后 还就要靠你和三位副局长多多支持 对了 也要恭喜你啊 钟副局长 齐生平转身就走了 钟百明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那句恭喜在他看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行一处的刘队长是王科达提拔起来的人 王科达出了事 行一处现在又归钟百明馆 他自然就被弃用了 而被钟百明提拔起来的新任队长是赵志勇 也许是一直觉得行二处没有需要自己的时候 赵志勇接到这个调令时 没有特别兴奋 但是也没有推辞 从二处搬走那一天 赵志勇一个人收拾东西 行二处警员各自做着各自的事 似乎没有人特别在意 赵志勇看着他们有些失落 李队长一边支着毛围巾一边走过来说 赵警官 到 你现在也是队长了 不用喊到 在我心里 您还是我的队长 说这话时 赵志勇很诚恳 去了一处好好干 我不担心你跟他们出不好关系 我担心的啊 是你总是当好人 事事忍让 以后要学着拒绝别人 最后几针 李队长正好织完了手上的围巾 他从毛线签上 取下来递给他 是是 赵志勇很惊讶 给我呢 我都给家里两个小子 制了五六条了 这条你拿着吧 二处这几年除了下处长 你是第二个调走的 他们不说话 其实啊 心里都不好受 好在就在两对门 虽然以后不是二处的人了 还是天天能打照面 这条围巾就是 行二处给赵志勇的唯一留念了 二处从来比不上一处风光 但是从来没有一名警员主动离开 赵志勇是第一个 他抱着东西走到门口时 正好遇上顾耀东抱着一箱东西回来 赵志勇朝他笑了笑说 回来了 嗯 恭喜你啊 你也是 恭喜你生队长 两个人之间似乎再无话可说 顾耀东埋头进了二处 我们家耀东回来了 小老的大喊着和鱼胖子冲过来 一把搂着顾耀东拉了进去 萧警官真能帮你把桌子擦干净吗 萧的头看似无动于衷的 腿翘桌上看报纸 什么叫转门 是顺便 方秘书来敲门 顾警官在吗 在呢在呢 顾警官 骑副局长晚上在金门饭店宴请朋友 庆祝升职 特地邀请您也参加 方秘书笑以宁地 闭上情节 态度比以前热情了许多 警局里的年轻警员 他可就只请了您一位 了不得啊 骑副局长的晚宴 专门请你去参加 小警官 我们耀东现在 也算是上头有人了吧 是是是 连带着你们 也要鸡犬升天了 别理他 耀东 骑副局长可跟其他副局长不一样 虽说都是副的 但他在副的里头 排老大 其他全都得听他的 你这可是靠上大树了 顾耀东被他们说的红透了脸 只是一顿晚饭 你还没明白吗 这顿晚饭吃了 你就算站进他的队伍里了 你们有完没完 先让人家把东西放下来 赵志勇站在一处门口 回头望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围着顾耀东有说有笑 五味杂陈 二处的门渐渐关上了 在那一瞬间 顾耀东转头望着站在门外形干影子的赵志勇 这名新任队长 看起来竟有些凄凉 赵家的小面汤彻底关了门 炉子早已经冷了 锅也歪在一旁 破败不堪 旁边停了一辆搬家的拖车 上面放着赵母的行李包 他憔悴地站在店里 想最后多看几眼这个支撑了他们母子十多年生计的小地方 赵志勇往拖车上费劲的搬着桌椅 最后几把桌子快要举不上去时 一个人过来帮忙抬了上去 赵志勇转头一看 是顾耀东 我刚听你队长说才知道 不然你怎么突然要回老家 最近几个月都没什么生意 以前来我们家吃面的 都是干体力活的底层百姓 现在物价长成这样 谁还吃得起 但是我妈最近胃疼得厉害 也想回老家养着 有机会还是接回来吧 上海大医院多 总能治好 等我再多攒点钱 调节好点 肯定要接得回来的 两个人 似乎已经很久没在警局之外的场合见面了 一时竟都有些狙击 几句寒暄之后 只觉得更生熟了 其实 顾耀东真心想要关心赵母的病情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说出口的话 带着几分客套 曾经在这个小面摊 他们无话不谈 后来也是在这个小面摊 他们变得无话可讲 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临走前 张母拉着儿子的手说 智勇啊 想吃老家的东西了 就写信 妈给你寄 哦 要是想吃阳春面了 就回来 妈给你做 妈呀 就是想告诉你 不一定飞样留在上海 累了 就回来 家里什么都有 然后 他又拉着顾耀东的手说 顾警官啊 我们家智勇 是个老实孩子 今后在警察局里啊 要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难过呢 你拉他一把 嗯 拖车载着赵母离开了 赵志勇坐在空荡荡的面摊里 低声撤起着抹眼泪 顾耀东默默望着孤单而伤心的朋友 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